主料,白萝卜300克,玉米淀粉一小勺,香菇10克,熟蛋黄20克,补量,水500毫升,葱,香米,火腿,绿蛋蛋白10克,盐一小勺,紫菜,姜米粉100克,白胡椒粉一小勺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用餐人数,一到两人,姜葱,香米,香, 菇,火腿,绿蛋蛋白,紫菜做最非用,将好好的萝卜丝,放入沸水中烫一下,去除苦味,再捞起,大凉后把水挤干,挤出的水留下半粉用,再沾泥粉中加入水拌成粉浆,再加入鸭成一个熟蛋黄,拌匀,用油姜葱,香米,香菇,火腿,绿蛋蛋白爆炒起香,加盐,白胡椒粉, 萝卜丝一起炒均均,然后倒入粉浆,用小火边煮边搅,拌到后糊状,倒入已经火油的模具中,上锅大火蒸均40分钟,用牙尖插入,五米糊粘住即可,冷却后解块结实,直接食油也可以,个人觉得煎得比较好吃,烹饪技巧,下面有很多材料像,菇,火腿,绿蛋, 紫菜是根据个人喜欢家的,请做参考我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